智行心药 那就一定要学尽教 让我们的智行心药 慢慢能够生得起来 但是这一点 它有个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欲望 欲望就是烦恼吸气 这是 无实界来分析成就的 它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只有用念佛这个方法 能够突破 这个难关 用其他的方法 是我的效果 没有用念佛效果大 因为念佛有阿弥陀佛价值 有摄放一切诸佛价值 你说今天我也念佛 为什么佛不价值我 你没有诚意 你那个音念里头 是半信半信半疑 夹杂着许许多多妄想杂念 把你功夫破坏了 不是没有效果 是有效果 这你自己一定要想到的 心越清净 越平等 效果就越显著 这个世间一切 哪些是该想的 哪些是不该想的 不该想的丢掉 该想的也要丢掉 为什么 不丢掉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个地方干干净净 全丢掉 我再也不沾染了 我们才达到一点知性 英光大师讲的 知性就沉浸了 真诚恭敬了 一分沉浸得一分礼 我们今天对于 净土的信仰 有几分恭敬心 这是沉浸心 知性要是万分沉浸 那个人念佛 一念马上就见效 优优独立忠